为了争取治水经费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了行政院会 向院长卓榮泰来喊话 他表示中央对新北的治水预算不多 尤其有当台风重创了万里金山 以及石门等地区 希望中央还有地方一起来解决问题 参加行政院会后接受采访时 侯友宜她说 新北的幅园辽阔 希望行政院多多支持和重视 因为山多尔台风 到来北部的灾情对新北市来说 不敢万里金山山枝石门 甚至包括我们的瑞芳 灾情都蛮严重的 再因为特别表达 谢谢总统跟院长来给我们关心 但是最主要的 新北市在治水的预算 中央给予的资源不多的 尤其我们新北市河川海域 面积都非常的辽阔 所以新北市面对河川的治理上 更需要中央给予多多费日更多的食言 新北市是台湾的缩影 侯友宜进一步表示 市府提报的治水计划 包含了污水 前瞻水环境 水安全 但是巧妇难为无名之吹 加上万金石马拉松开跑在即 明年还有双北市壮运 促进城市观光 最重要的还是为台湾增进 国际的能见度 明年新北市有两项非常重要的国际赛事 一个是万金石马拉松 也是全台湾唯一拿到全世界 25场金标章的唯一的台湾的 马拉松赛事 所以很难得大家能够用友谊 来建过运动的一个紧密的关系 所以三北市壮运特别邀请 总院长跟各部位首长 来参与三北市壮运 同时支持全民运动 回归总预算的贞结 救灾复原的预算不能等 但目前朝野双方就总预算 正处于工房阶段 身为地方首长最不希望 也最担心的就是 当下一次天灾来袭 又得再上演要钱救灾的老戏码